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監部18日晚間通報 當天上午8點 在北海道奧溝島西南的日本海 發現正在向東航行的中俄海軍編隊 編隊由10艘艦艇組成 中俄各5艘 其中中國海軍艦艇分別是 055型導彈驅逐艦南昌艦 052D型導彈驅逐艦昆明艦 054A型導彈護衛艦賓州艦柳州艦 以及東平虎號綜合補給艦 俄方艦艇分別為大型反潛艦潘杰烈耶夫海軍上將號 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 電子偵察船克雷洛夫元帥號 護衛艦響亮號 以及俄聯邦英雄阿爾達爾七登扎波夫號 對此 有軍事專家表示 根據有關國際法 金清海峽是適用航行和飛越自由制度的非領海海峽 各國軍艦均享有正常通過的權利 此次中國和俄羅斯海軍艦艇編隊 經過金清海峽始入太平洋 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據瞭解 中俄海軍海上聯合2021聯合軍演 17日在日本海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 與以往不同 演習結束之後 中俄海軍艦艇編隊並沒有舉行分航一事 而是同時現身金清海峽 有分析稱 這是雙方首次聯合海上戰略巡航 未來有望實現常態化 而對於此次中俄首次海上戰略巡航行動路線 分析認為 繞日本一周可能性大 輿論認為 中俄聯合巡航走一路練一路具有強烈警示作用 中俄的緊密合作是對某些域外及周邊國家提出嚴正的警告 警告其不要企圖改變聯合國憲章所制定的國際秩序 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 某些國家更不應該引狼入室 在整個亞太地區製造不穩定的因素 在10月19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彭博社記者提問 10艘中俄軍艦週一首次穿過日本本州島和北海道島之間的金清海峽 此次過航目的是什麼 台灣海峽與金清海峽均為合法國際水域 軍艦可以過航 但是中方此前曾表示 外國軍艦過航台灣海峽性質惡劣 中方認為這兩種情形是有所區別還是類似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表示 你問兩者有何不同 我可以告訴你 是誰在炫耀武力 姿勢挑釁 是誰打著航行自由的幌子 搞軍事威懾 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 國際社會看得是清清楚楚 我們以為你的研究 是